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充电宝全部测试的数据 咱们全部都放出来了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视频播放量直线的上升 我们是走自然流量的博主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咱们这一期就是拆这一个 做工非常好的一个 小的库泰科能量块 一万毫安的 首先我们拆解的话 就是要找它的缝隙 从这里下手 我们找一个撬棒 来把它撬开试一下 这外面这一层 全是一些卡扣 卡在这上面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芯 这上面还有胶 粘在这个壳体上面 我们还要继续把它拆下来 这个充电宝的内心 全靠这上面有四个卡座 卡在这个相应的安扣里面 放下去直接卡住 能量显示是一排LED灯 然后这一个是它的控制主板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塑料支架 这是正负级的连接片 然后是两颗21700的电芯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个充电宝内部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进一步的把它全部都拆散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能量块 首先就是这一个充电宝用的两颗21700的电芯 厂家来自惠州的义伟里能 成立于2001年 23年时间已经发展成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锂电池平台公司 这两颗电芯的型号是21700-501 21700就是这个电芯的直径是21毫米 高度的话是700毫米 是近年来很常见的一种高容量电芯的规格 我这个140瓦储能充电站就是用的这个电芯 这一颗电芯的参数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 这就是固定这个电芯的一个支架 支架是采用的主人的PC材料 电芯是通过这种裂片点焊 连接到主板上面 这一颗就是锂电池保护芯片 它的4E型号是1020H 来自一家专注于高精度低功耗电池管理 及高效率高密度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和销售的 集成电路设计公司 深圳市创新为微电子 成立于2017年 这是一颗高集成度的两节离铁电池保护芯片 内部集成了高精度检测电路和延时电路 可为电池提供过充电过放电 放电过电流 充电过电流 短路等保护功能 方案具有集成度高 精度高 功耗低等特点 一颗4E2002的电池保护开关管 跟电池保护芯片 两者组成电池保护电路 用于类似锂电池的过充过放及过流保护 充电宝内部升降压转换器 它的4E型号是SC8910A 来自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 上海蓝星科技 成立于2015年 是一颗同步升降压正向充电 反向放电变换器 内部集成了4颗低内部导主的 NMOS开关管 转换效率超高 以减少热损耗 支持2.7至22伏输入电压 支持两至4节 理电池充电管理 可以通过IRC 简易快速的设定充放电模式 充电电流 电流线流 开关频率等等 具备内部电流线流 过压嵌压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 以及过温保护 可以确保系统能适应各种异常情况 一颗适应3233.3VN的合金升降压贴片式电感 这个可以起到降低损耗 提升转换效率的作用 一共10颗贴片MLCC电容 也叫多层堆积片式陶瓷电容 这个主要是存储电荷 滤波 藕合 使电路调携等等作用 这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宝的USB协议芯片 来自一家感知计算控制连接于一体的 全新号链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深圳新海科技 成立于2003年 这个芯片适应型号是SAF10 是一颗支持USB Type-C的 PD 3.0协议的USB-C控制器 内嵌8位MCU 支持QC4 华为SCP FCP 三星AFC 等等多种快充协议 可用于移动电源 储能电源 车充HUB等领域 另外旁边一颗 私印CPW6003的保护芯片 是配合这个协议芯片使用的 也是新海科技出品的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两颗用于充电口的VBUS开关管 私印型号P150D11 来自一家以自主研发代理销售 集成电路为主的高科技企业 深圳市新元特科技 成立于2009年 这两颗是PMOS开关管 它们的规格是 赖亚18V内部导主 23毫哦 这一个是检测电信温度的 热敏电阻探头 USB-C口旁边 这里还有一颗热敏电阻 用来检测充电口的温度 贴片式的一个功能键的按钮 这是显示电量的八颗LED灯珠 这灯珠旁边这里还有一颗两颗三颗 顺态电压抑制二级管 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宝的Type-C连接器 连接器底部焊盘的位置有黑胶进行保护 内部舌片为黑色 做工的话还是可以的 没有毛刺 这一边是USB-A的连接器 底部焊盘位置一样的 也是打了黑胶进行保护 舌片一样的是光滑 没有毛刺 充电宝的外层壳体上面 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另外一部分壳体上面 一样的有PC主燃的标识 这一片半透明的塑料 为LED灯带显示条 这个是功能键的按钮部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通过测试和拆解这个库代科 30瓦电能块充电宝 可以看到它的转换效率很高 容量的话不虚标 实际应用充满一个5000毫安的电池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还有余电 功率也没有虚标 文波控制到位 内部芯片用料 基本上都是一线品牌 做工可靠 便携小小的外观 颜值也不错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轴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